我面前这一座墓是一个西汉墓 这座墓是1995年附近的村民在山上踩石头发现的 这是一座典型的西汉时期数学墓果墓 顾名思义就是从山顶上往下掏空山体形成的墓葬 前面这个正方形的空间是墓室 后面像一个走廊一样的 这个是墓道 这个墓的结构虽然简单 但是它的规模非常之大 这座墓的面积是1500多平方 墓室的深度接近现在的十层楼高 整个墓的凿石量达到了8000多立方 已经超过了非常有名的狮子山楚王陵 汉代墓葬的玄址不像明清的时候那么复杂 什么前有岸山后有靠山 左青龙右白虎 但是这座墓建在山顶上 左南朝北正对着济南城 放到现在这就是一座山顶别墅 而且空气清新没有雾霾 但是太可惜了 为啥这样说呢 咱来聊一下这个墓主人 这个墓的墓主人是谁呢 在西汉的时候 这有一个诸侯国叫吉北国 墓主人就是吉北国的最后一代王 刘宽 刘宽是汉高祖刘邦的玄孙 跟汉武帝生活在一个时代 据史料记载啊 这位刘宽同学非常不讲究 在他父亲死后 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 而且顺便把他父亲的王后和王妃 一块继承了 对了 你没听错 这就是乱伦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竟然用木头做了一个汉武帝的形象 然后用铁钉扎在身上 埋入地下 天天用咒语诅咒他 当时的汉朝皇帝刘彻同学知道后 肯定非常不高兴啊 你搞你父亲的女人 我可以不管 那你搞我 你就是不想活了 咱这位刘宽同学得知事情暴露之后 还没有等到汉武帝派人来抓他 就已经先畏罪自杀了 最后在汉武帝的官员监督下 仓促下葬到这个墓里面 也就是说这座墓根本就没有修完 虽说是一座山顶别墅 但其实还是一个毛胚房 为什么说 它是在汉武帝的官员监督下下葬的呢 因为咱们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墓从来没有被盗过 但是呢 陪葬品实在是太寒碜了 一个诸葫王竟然没有金驴御衣 只有一个挡住脸的玉腹面 陪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少 而且质量也不好 更让人吃惊的是连个印章都没有 你说你得罪谁不好呢 非得得罪刘彻同学 刘彻同学是什么样的人呀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匈奴是多么牛叉的一个民族 可是遇上汉武帝 那叫一个惨呀 搞了一点点封建迷信 结果诸侯国被废 小命也丢了 而且死后还得继续接受羞辱 做人呐一定要低调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圆子百合